我身边有好几位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迷 被正在院线上映的新版《尼罗河上的惨案》 给气得出离愤怒 警告我说 不许买票去看 看的话就绝交 我说我不看怎么写稿的呢 他们说我给你讲一讲 这个改编有多气人就行了 所以下面是他们的一面之词 你要是读过《阿加莎》 粉丝们的爱称是阿婆的原著小说 或者是看过1978年和2004年的两版 《尼罗河惨案》的改编版 电视台是经常放的 也可以和这部新版比较一下 小说里有好几条故事线 只要进行电影改编 那难免就要删减和合并 而这个新版是一边删一边增 加进来很多让原著党没法接受的东西 这一次先是砍掉了原著里的整条故事线 又给大侦探波洛加上了不少的战争戏 感情戏和动作戏 可能是因为这个角色 是由导演布拉娜本人亲自出演的缘故 这当然会颠覆整个人设 原本的波洛是一个胖乎乎的优雅绅士 有那么一点自负 他总是通过漫不经心的聊天和散步的方式来破案 而剧中的人物关系也被重新组织了一遍 选角又有那么一点莫名其妙 这样一来 连人物的行为动机也出问题了 好莱坞有一句名言 你可以选择毁掉原著拍一部好电影 或者是终于原著拍一部烂片 可惜的是 这部电影属于毁了原著又拍了一部烂片 大家争论最激烈的还不是改变的技术问题 而是近年来困扰观众的 好莱坞是政治正确 原著里的欧洲人变成了黑人和印度人 又增加了一对同性情侣 虽说在1937年 黑人是不可能和白人一起上这艘高级邮轮的 在布拉纳前几年改编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里 还添加了原著里没有的非洲人和欧洲白人恋爱的情节 这一次更是出现了很多强烈的反种族歧视 当代女权主义的台词 我的那些阿婆迷朋友说 不是说这些观点不对 而是这样对待阿婆不对 你有你的观点 也有宣扬她的权利 但是你最好在自己的原创作品里 不能一边借着别人的IP赚钱一边有歪曲援助 我觉得这不是闹情绪 这类改编首先违背了基本常识 古代有一个笑话 有人去找苏东坡抬杠 说你的提春江玩景这首诗写的有毛病 凭什么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你是不是对大鹅不平等 你又是不是歧视江欧和卢瓷 苏东坡听了就笑 那什么 因为人家画上画的是鸭子呀 同样的理由 最近迪士尼让黑人演员出演白雪公主 为什么是荒唐事 这个不是美丑或者种族的问题 因为这个来自欧洲的童话故事里的人物 就是因为皮肤白才叫白雪 你为什么不再有诚意一些 专门为黑人演员创作更适合的剧本呢 这种轻飘飘的很精明的支持 也不见得比过去的末世强太多 如果按照这种奇怪的思路 那么我还有意见呢 波罗本来是一个胖人 也没什么不好的 显得既幽默又有风度 可是这一版 把它改成了又帅又挺拔的 典型的好莱坞男主扮相 这又是什么意思 这后面当然还有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 我们之前聊唐吉赫德说过 作者不会离开他的年代太久的 何况每一位作者都有他自身的限制 这也构成了他创作的独特性 过去的人和今天的人是不一样的 这恰恰是历史的意义所在 一部作品会在漫长的历史里 被解读出种种不同的含义 但是对于后人来说 对待前人的作品还有一个基本的守则 怎么解读是你的权利 但是你不能用你所在的时代标准 或者你个人的标准 直接上手去篡改 任何人都可以考证红楼梦 甚至自己去续写一个版本 做自以为是的角柱或者批柱 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权利 去改动前八十回文本里的一个字 那种以金夺骨 就像是对待历史采取课州求见的态度 再说严重一点 是在抹除人类的记忆 他所轻慢的对象不只是前人 也包括后代 当今天的人任意篡改前人的痕迹的时候 也是在销毁后代进行独立比较和思索的依据 可以说是在拆毁未来的阶梯 这实在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 他今天对于前人做的事情 后人也可以对他做 假如他还有那么一点被篡改的价值的话 我们观念的进步或者说改变 是作用于当下影响未来的 对于已经发生的事 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是保存之后的解读和反思 这件事里还有对于文学艺术本身的尊重问题 现任阿加莎·克里斯蒂 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 是阿加莎的外孙普里查德 他在前几年给中国读者的一份 有关阿加莎作品的出版导读里说 阿加莎的作品有两个基本特征 一个是无论用哪一种语言呈现 他的故事和情节都会同样的惊险刺激 谜团同样精彩 书中人物的魅力不会受影响 这番话其实是降低了阿加莎的纯文学价值 但是对于他的改编 也确实比改编纯文学作品 要讲究更多的精确的技术含量 阿加莎的本格推理类似于一场游戏 那些情节在现实里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所以就要建立一个封闭的世界 这是这场阅读游戏的核心乐趣 他的手法就像是在炮制一只包运完整的鸡蛋 或者是建立一个大家进场以后就要锁门的密室 内部的结构 人物勾连起来的明暗关系 形成了一种地 一种场 如果改编者随便把这个结构打破 对故事进行胡乱的裁切 把人物搞得支离破碎 那就像是把手表精密的零件拆了一地 再装回去的时候 不是少几个就是多几个 反正这块表是肯定不会带走了 何况阿加莎作品里的神品 还超越了钟表的精密性 比如前几年BBC改编过电视剧版的《无人生还》 这部作品在情节和人物行动的叠加关系里 已经变成了一个生命体 从中涌现出了悲剧性的命运感 这也是一流小说难以改编成一流电影的原因 它原本已经在一种艺术形式里 呈现出了最好的状态了 它在内部形成了有机的 超乎作者预计的力量 是很难转移到另一种载体里去的 按照普里查德的说法 阿加莎的第二个特点是 他的作品展现出了一幅完整的 上世纪上半叶的英格兰画卷 特别是他生活和钟爱的乡村图景 他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方式都是近似的 这些作品分别写于 上世纪的20到70年代之间 但是从内容和感觉上很难分清楚 每一本书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写的 这其实就是说 阿加莎早就有自己固定的世界观和思考方式了 这表现为写作上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他作品里那种既充满了凶杀和阴谋 又雍容华贵的联雅气质 就是这么来的 他来自上世纪初的保守道德观念 今天的人当然是不完全认同的 阿加莎生于1890年 他说自己少女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 也就是英国女性还没有获得选举权的年代 女人并不是生活悲惨被压迫 他所见到的成年女性 都是性格开朗随心所欲的 他们需要的时候 男人就会在身边 女性对男人都极尽赞美 真诚的认为男人十分杰出 这可是他的原话 有一点非常重要 男人是一家之主 一个女人在结婚以后 就要接受她在社会上的地位 和她生活的方式 将此事做自己的命运 在我看来这很有道理 这是幸福的基石 阿加莎认为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世界 是严重堕落的 他那种分明的老派道的观 在很多方面 是比当代人的灰暗观点 有审美价值的 他的视角就很像 福尔摩斯身上的 维多利亚时代的爱国主义 可是如果大英帝国的那些荣耀 没法掩盖殖民侵略 和种族压迫的时候 他就会选择避而不谈 只去写乡间大宅里的 上流阶层故事 这些人对管家和仆人彬彬有礼 但是仆人就是仆人 他笔下的人物还会抱怨 工人这些劳动阶层 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感 也就是变得对贵族主人们不驯服了 这些也都属于我说的那种 后代不能乱动的讲述和记忆 他们是珍贵的 不能复现的历史和文学财富 小说家和画家一样 与其说他在表达真实 不如说是在表达自己 情感和印象中的真实 照片并不等于绘画 即时报告也不等于文学创作 后人完全可以在他的作品和自传旁边 不服气地写下批语 也许那个时候 才有机会这样生活 但是在布拉纳导演的改编版里 阿加莎有关种族 阶层和女性问题的描写 全都被按照当下的 好莱坞政治正确标准 被改写了一遍 这到底是尊重还是不尊重呢 说实话 要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思路 这也算是一种尊重 就是所谓的为尊者会 当代人觉得 孔子怎么能说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这种歧视妇女话呢 于是就对这句话 想了很多的解法 比如说这里的女 并不是女性的意思 或者是专门的指代某种人 如果时代解释不通了 那就直接上手去编选和删销 或者直接改写 比如我们今天读到的 四书里的大学 被从阿尔城 朱熙到各家各派 改写了不少遍 为的就是符合 他们各自的那一套观念 其实这就和阿婆民们 挖苦的一样 何必非要借别人的嘴 说自己的话 有本事 你们自己写一篇都好 然而这是中国古代思想 传播的主要途径 要是真的数自己的名字 那就会被当作是离经叛道 就没有机会 再纳入文脉和道统了 如果回到当代的 西方观点里去看 那么这类行为 好像有更明显的悖论了 以尊重当下的少数群体 不被冒犯的名义 去改变阿加沙的观念表达 不也是对他本人的人格 和权益的冒犯吗 这么胡改他的作品 近乎于对他搞思想改造 然而成年人的思想 真的是可以改造的东西吗 虽然有很多残酷的历史事实 和心理试验 好像在证明这一点 但是对我来说 那些结果是在摧毁思想 从而彻底的摧毁人 并不真的是什么改造 阿加沙之所以是阿加沙 正是因为他有独特的 和独立的观点和情感 那是他独特人生的凝结 粉丝对于他的热爱 也包括那些来自于年代的 来自于他本人的事物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 但是真的有权利 去改变另一个成年人的思想结论吗 而且这真的是能够做到的事吗